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能是有欢心 他可能也是有很多的反思 但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透过我们的过往 和透过我们对于当下 怎么看待过往的很多不同的思维 我们能有一个反省的能力 那其实呢 在这整个出版市场上 心灵故事非常的多 那这本书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呢 这本书在我自己读完之后 最特别一点是 读完的隔天 我就访问到我们的作者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作者 那各位再让我多讲两句话 我再跟各位正式介绍作者 因为呢 大家知道 凯宇长期投入 有声书评的这个部分 那有声书评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一个创举 从2005年的4月 所以我自然而然就对那种 他敢于走出一条 没有人走的路 而且呢 真的彻彻底底的走到位的人 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感佩 我觉得 应该说英雄喜英雄吗 我常常这样讲 我都觉得自己是高攀的 因为自己还是个高兴啊 这样子 但是呢 今天看到这位作者 洪华轩 洪女士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对不起哦 叫华轩姐女士 会不会把你说老了 不会 那各位听到她的声音哦 好 那华轩姐你好 你好 凯宇你好 各位听众好 好 好轩姐我刚刚这样子说 其实我看你的书 当然这是一个 你自己个人探索 心灵故事的一个过程 可是呢 我为什么说 你也做了很多 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跟我们听众说明 那是什么 那可不可以由你自己来说 OK 我想凯宇要我说的哦 就是 我自己是词画艺术协会的理事长 词画艺术协会 对 那在词画这个领域 就是我自己 创新发明了一种把油画画在瓷盘上的一种画法 那这个展现可能在很多听众 可能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在那个捷运的艺文郎 因为这十年来 我们陆续办过很多次这样的展览 就是这样诗声展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有看过 词画 那也就是说在瓷器上面 对 做的一种艺术形式的展现嘛 对 那像您的这本书 完美人生 感谢不完美的自己的书籍封面 就是您的作品嘛 对 那里面很多内页都是 您的一个作品上面 等于是把这个图截录下来 对 他总共有 这本书里面有三十八幅 是 画作 那整个部分 我这样子看起来是非常有生命力 可是这样的生命力 让我想到一件事 是 从心理学的角度 任何极有生命力的展现 的艺术创作 他往往对于这个创作者来说 是 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 对 对 一个极端就是 这个创作者本身就与生俱来 极有生命力 他所以做得出这样的东西 但另外一种极端 也一定要极端 就他本身走过 很多很多的高峰低谷 高峰低谷 甚至于 磨难 煎熬 折磨 扭曲到不成人形 然后他才真的体会到 生命是可以如此 风华的展现 那你是哪一种 对 我觉得凯宇讲的非常的经典 我可能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 你要不要说说看你自己的故事 因为这本书 它里面有三个部分嘛 对 第一个部分就是 你的心灵探索的过程 是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你 可能到目前为止 听到的是词画艺术 对 那很多人可能就去 搜寻关键字咯 那但是对于你这个人 为什么会走向 词画艺术的背后 的那个心理的背景 好 这个部分可以 跟我们说明一下 对 在我将近四十岁的时候 应该那个时候 是已经迈入中年危机的状态了 所以我觉得说 对我的工作非常不喜欢 然后我的家庭 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那其实现在讲来 都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了 可是当时是觉得路走不下去 尤其在工作那一块 因为我原来从事的是贸易的工作 做业务 那要长期跟不同的人接触 我就觉得很累很厌倦 因为常常要应酬 那你看嘛 现在我画画是我的生活主軸 跟重心 你看这落差多大 所以我在自己不喜欢的 工作环境里面 已经有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这一块让我觉得 非常的不快乐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就想找一个生命的转机 那在那个时候呢 我找到的是 我喜欢的是画画 那我学的是油画 可是我觉得 画油画 那我要怎么谋生呢 因为我是生意人 我觉得这个生活非常重要 我是很务实的 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说 画画 然后可以跟什么连结 能够让它成为一个 让我可以赚钱的工具 所以那个时候 刚好有一个 我自己的希腊朋友 他就是一个兰宁士博士 他看了我的画 他跟我讲说 你对那个颜色的运用 非常的有天赋 你是不是考虑过 把它画在生活用品上面 让别人可以来采买 我觉得这个idea不错 所以我就画在瓷器上面 跟玻璃啊 这些素材上 然后就开了一家店 这样开始了我的词画生涯 那到现在为止 就是有十年的时间了 这样听起来 其实都很轻松容易 对 但可是改变是一件 尤其对于 你刚才说 你做了二十几年的业务嘛 对 那不管你再怎么样 不喜欢那个工作 他毕竟已经 熟悉 对 他已经那个 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刻痕 已经是不可抹灭的 对 尤其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跟人 带人接物的方法 思考的逻辑 那其实在 因为我自己有 类似同样的经验 我自己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也是做业务 然后我后来也是从业务领域 淡出之后 然后才真的慢慢的去 做自我的探索 所以后来考研究所 那都是后话 所以我自己在 当年自己做业务 有个很重要的感觉 尤其是当我们在 这个工作里 格格不入的时候 但是每个月的结算 或每一季的结算 或每一年的结算 又要来的时候 常常就要做一些 口是心非 或者是要扮演一个 其实自己 不是那么喜欢的人 到底说出来的话 有几分真诚 和几分虚伪的 到最后连自己 都搞不清楚 对 这个部分 在当时真的让我很痛苦 所以也就是 凯宇刚刚讲的 这个心结 让我觉得 我要逃离我原来的职场 那其实凯宇刚刚有讲到说 我要从事转换 这个动机 的确是不容易 所以刚开始 我在投入词画 这个领域的时候 一开始 我就给自己一个计划 我有五年计划 其实我是学了词汇 学了一年 我就开店了 可是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不记得诗 我至少要撑它个五年 因为一个专绩 里面有个五年 你是训练不起来的 尤其艺术这个领域 绘画这个领域 它的门槛比较高 所以一开始 我就订定这样的计划 所以在前面四年 大概都没有赚到钱了 那有一点点收入 我都在投资 因为我都不断地出国进修 这是一定要的 所以心力跟那个金钱上面 我的确是花了蛮多 在这个新的领域上面 其实这些外在世界的变化 这个对于我们每一次的回观 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而已 但我觉得整个经历里面 最值得被纪念的是内在转化 对 没错 对不对 你要不要谈一谈 你在内在转化你的部分 因为你在书中提到 你在碰到这种内外夹挤的压力 就外在你觉得你过往的 已经不喜欢了 你要开创新的路 但内在你可能也提到 你的人际 婚姻 家庭等等的 觉得自己的生命 以前所相信的一切 或以前认为生活 就可以这样过的一切 瞬间崩解 对 然后你怎么样去重建 怎么样透过学习 等等的这个历程 其实这个是真的 其实一步一步走来的 都不是一蹴可及的 刚开始我是先安顿我的工作 我就让画画成为 它可以陪伴我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自己把很多的心跟时间 都放在绘画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要学的就很多 然后要努力的 要努力的花的时间 就是会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画画的过程 词汇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它让我养成了 跟自己相处的能力 所以就是一路走来 然后我都靠着画画 来累积自己的能量 然后也不再把情绪 挂在别人身上 因为画画可以让我很忙 我有时候画起来 可以六情不认 因为你全部都 放心思在 去构思你怎么样画它 什么叫做 把情绪挂在别人身上 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然后也是别人认为 开始说刚看我的画画 就是颜色很丰富 就是一个感情 非常充沛的人 那也是一个很依赖的人 那在以前呢 我就会 因为跟先生的相处上面 我就会因为他的 我们怎么讲呢 一鸣一笑 本来是形容女人的 我是我也这样形容他 我就会因为他的情绪 而受到波动 如果他今天心情好 哇我就跟着开心 如果他今天心情不好 哇那我也荡到谷底 然后妈妈对我的期许 她希望我成为一个成功的 女企业家 她是这么期许的啦 那像这一些都是 别人对我的期许啦 或是别人对我的影响 那我就把情绪都挂在他们身上 他们要开心 我才能开心 以前的我是这样 可是从开始学画画之后 我就把这个力量 拿回来自己身上 我跟自己共处 那在这个当下 我自己是开心的 所以我不用因为 看别人的脸色 然后他不开心 然后我就跟着 整天就心神不熟的 其实在实际投入创作的 很多经验里 的确任何一个 投入创作的历程 在我们心理学就说 那是一个心流的经验 叫Flow嘛 你就可以真的 跟自己在一起 甚至于我们可以说 那一个绝对空间里 他是没有喜怒哀乐的 因为你就是跟你做的事情在一起 对 已经不需要有情绪了 对 他可以完全没有时间感 对 可是有时候身为一个创作者 或艺术家 最难的就是 我们每一天 我们的生活 我还是跟这个俗世世界 跟这个滚滚红尘 脱离不了牵扯跟关系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如何从一个纯然的内在世界 慢慢的去 因为我常觉得 中国人的哲学是很棒的 尤其在庄子的哲学里 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一个人生命的样态 最重要的是 如何做到外化而内不化 就是我可以跟外面的世界 相处得很好 我一样行走坐落 进退应对 这些的 可是呢 我一样可以保有自己的那颗本心 那我自己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我在书中看到 其实虽然你这样说得很轻松 觉得我好像有一个话作为寄托 可是往往当我们对一件事情 纯然的只是寄托而已 他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逃避 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冲击 那我看到你花好多时间去拜师啊 去学习啊 去走心灵成长的课程啊 那这些经验 对你来说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因为我几乎看到在台湾新时代领域的 你几乎都碰过了 对对对 从奥修啊 赛斯啊什么啊 我听过的没听过 应该说我所有听过的 你都说我都碰过了 对因为这个生命的代引 其实是真的很神妙 当我在词画上觉得说 自己已经做出一个成果了 也受到很多人的肯定了 甚至于我自己的母亲啊 我的先生都很支持的时候 很奇怪 我生命当中又开始出现问题 那应该就是顺应刚刚开语所提的 我们在外在 就是内在可以有自己的天地 可是你还是要落实回到生活 对 那那就是生命的呼唤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 好像我的灵魂在说话 他说我的生命这样子不够的 我不能躲到话里面 然后不问俗事 这样是不能回去不能交代的 对因为你还是别人的 可能别人的女儿 别人的妻子 别人的母亲 别人的谁 没错就是因为这些角色 然后我也觉得好像时机到 我得要重新再去面对这些人事物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反正跟妈妈也大吵啦 跟老公也大吵啦 跟好朋友也大吵 一戏之间全部变天 看谁都不顺眼 对 然后看谁不顺眼 那自己知道 因为在那之前 我同时在绘画的时候 就看了很多奥修的书 其实我心里在那个理论上面 同老上我是知道 得要回来反观自己 可是还没有做到 所以我就开始去上课 所以一路来呢 我就从赛斯文化 上了徐师的课 然后也走很多的疗域 然后一直到合一的课程 透过这些课程 我就不断不断地在内观 然后再了解自己 我就会了解自己 然后你才能够找到 你自己的定位 是 了解自己其实很重要啦 因为了解自己不是说 像很多宗教人士 他们会认为说 你一旦入了这个宗教的门 入了这个灵修的门 你就要变得一个 成为一个非常有包容心的 甚至于是 你打我左边那个巴掌 我就要再让你打右边 其实我不认为 是这样 我认为是说 了解自己 而后你才能够知道 自己有几斤几两重 你能够拿得重 拿得起来多少重量的东西 那在那个状况之下 你才能够知己知彼 然后不见得说 要百战百胜 可是你能够让自己 活得自在 对 其实在奥修师傅的教导里面 他也提到 就是所谓的静心 并不是说 让我们拿掉所有的情绪 反而是接纳 并关照所有的情绪 对 我生气 我知道我在生气 对 而不是说我生气 而我否认我在生气 对 这个有时候最大的伤害 或问题就来自于 我们不断的否认 对 比如说我们不断的否认 其实我们像一个 长不大的小孩 不断的在到处 在要求照顾我 关爱我 注意我 或什么之类的 不然有些人就是过度的 活在一种 照顾别人的制约 对 我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 那但是别人不一定要你这样啊 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尤其刚刚华玄姐 讲到两个关键字 叫做疗愈 那其实你在书中 有引用一段话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疗愈有如同是一个 不施打麻醉的手术 对 这个我听起来好恐怖 很沉重 血肉模糊这样子 那其实我看到你的书当中 你有写到很多 自己在走这一趟 有如我们说好 像剥洋葱 剥一层枯一层剥一层 对 还痛 对还痛啊 那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去 害怕触碰自己的内心 往往也是在于 他很害怕自己 一层一层剥完之后 究竟最核心是谁 是什么 甚至于他连那最 最基本的表层都不愿意剥开 因为有时候自我关照 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 跟自己相处 是全世界最有挑战性的人际关系 所以其实如果从一个 您的这个过来人的经验 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 他是才准备要走出那一步的 他可能才正式处于 他在怀疑他自己的生活 他在挑战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他在不断的 给自己很多的理由 他知道生命可以有不同的样子 可是他现在却还动弹不得 那从您的经验 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一点鼓励跟力量 OK 我觉得这个 我常讲一句话 其实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一定要去走这条路 我刚刚说到疗愈 因为我有很多 跟我学词汇的学员们 他们都讲说 老师你现在已经很好了 你做的是你喜欢的工作 那你的家庭 老公啊 孩子啊 母亲啊 公公婆婆 都算是在别人眼光当中 都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 跟自己争战 这样子拿自己来开刀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真的是灵魂的呼唤 不走其实是很痛苦 走这条路是很辛苦 没有错 可是你不走绝对很痛苦 那刚刚凯宇在问 其实播到最后会看到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是因为外在的环境 让我觉得我不得不往内走 那往内走的时候 其实最痛苦的过程是 看到很多不堪的自己 所以我的书名为什么说 完美人生 感谢不完美的自己 对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我看到的一些 尤其是我自己个人 这个部分 我看到我有很强烈的基督心 很容易愤怒 然后有很没有价值感的部分 很没有信心 然后呢也缺爱 所以我会不断地对外讨爱 然后常常都是假爱之名 其实都给别人 别人并不要的 可是我们跟别人要 他给不起的 然后还有一个病叫做 需要被需要 一直以为自己是很热情的 然后很想要去帮助别人 然后我就是说 哇 我就是这么热心的人 我这么善良 我这么愿意帮你 其实我们又是一样 假爱之名 这叫弥赛亚情结 自以为救世主 对对 弥赛亚情结 对 这个过去我一直都是这样 在过日子的 那这些外表上看起来这么 就是说本来是一个热情 大方善良的一个形象的一个人 阳光 这么这样的形象的人 当有一天这些都被掀开了 看到底下是烂苍疤的时候 那个过程真的很痛苦 因为我不想要看到这样的自己 谁愿意承认自己这么的善度 然后这么的容易愤怒 然后谁愿意承认所有的过错 原来是因为自己的观念 信念是不对的 我们总是觉得 把手指向别人是容易的 把他怪罪 先生就是 很多人是说先生不负责任 那我的话是先生很爱白脸色 他这个脸色情结 我就一直过不去 那其实是因为我内在 那个匮乏 那个讨爱的情结在作祟 让我一直很担心说 他今天不开心 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我是这个担心 然后让我自己觉得自责 我做得不够好 我不够完美 所以我没有让他开心 那其实他开不开心 关我什么事啊 所以洋葱播到最后 我认为那是一个 一种境界啦 刚开始我们看很多事情 像在谈恋爱的时候 看我先生就是很阳光嘛 他很棒 然后到后来婚姻到了中期 就会觉得 哇 两个人的磨合 有一些问题了 就会看到说 原来他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去应对 可能就很难熬 那也就是我们的疗愈过程 在看待的这一块 疗愈到后面呢 我看我的先生 他还是这样啊 然后可是我看他 我已经觉得 他的脸色 其实跟我是无关的 他可能因为工作 因为跟他的父母 因为跟他的同侪 有一些摩擦 所以他带了一些情绪 那他这样的情绪 其实他很可怜 那我干嘛 还为了他这样子白脸色 然后还要发脾气 对 所以会有多了一些同理 对 这个就是走过疗愈之后 我的感受 对 所以呢 这本书 感谢不完美的自己 还应该要感谢 不完美的别人 对 他变成是我们往内探索的一个很棒的踏实 对 有时候我们常常说 愤怒就是把别人的过错用来折磨你自己 没错 没错 对啊 这又是何苦呢 对 或者是把 甚至于扩大解释一下 把自己过去的可能不足 或过去的不进圆满的地方 不断的折磨现在的自己 对 因为每个人在成长跟探索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理论上是应该 不管于内在与外在 都是要不断的越来越有力量的 对 那这个力量并不是用来去控制别人 而是在于我们不断的更 沉测自己 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跟我们可以怎么展现自己的生命 对 那当然了 在谈到这个其实我知道华璇姐 除了在内在探索这个部分 走得很深之外 你在玩耍上面也走得很深 我看你这本书在part 2的部分 都在谈你玩耍的经验 旅行啊等等的 你怎么看待旅行的 跟你的创作有什么关联 当然有 因为其实是因为我太爱旅行了 我正还没有入词汇这个门的时候 我只要出国去工作 有时候要办展啦 或者是出国才购 我就一定是七天工作 一定在排七天玩 那时候就这样了 然后开始画画更不用讲了 其实花卉跟旅游的景点 风景就是我最喜欢的画画主题 所以我自己的书有一本叫做 因为旅行爱上词汇 完全讲的就是旅游跟画画 那到了第三本的时候 其实我就写的是英国跟印度 因为在那一年我去了这两个国家 然后这两次的旅行对我来讲都是心灵之旅 是完全没有目的的 完全就是跟自己的 跟自己在一起 然后一些灵魂的一些展现 那也因为去了印度 尤其去印度我去上课 上完课之后又去玩 那也很好玩 可能那边因为磁场的关系 它有一些地方是能量磁场非常不一样 我在静心的时候 就在梅西伦一直不断的看到一些画面 所以那些画面也变成是我 回来以后画画的素材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插图 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呈现 所以其实我看你的画作 其实不仅是一个美跟艺术的呈现 它更投入了你对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感悟 而且不断的重生的一个异象 因为其实的确在这本书当中 我看到尤其当我信手翻来 我运气也很好 因为我就想要讲这一篇 在105页 这个自由的飞鸟 它其实是您的这个词汇艺术的一幅图 自由翱翔的飞鸟 带我迎向光明希望 这是文字说明 那它整张图它就是一个 像是一个天使 然后有这是鹤耶 对还蛮中西合璧的这样子 对然后去迎向一个光的来源 对 然后我觉得这幅图之所以带给我感动的部分 在于就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生命当中的某些渴求 是我们是低着头在看的 在找身旁的人事物 谁应该怎么样 谁应该配合我 谁不应该怎么样 但事实上我们仰头望的时候 可能有飞鸟早就在指引我们 甚至于飞鸟的背后 它告诉我们的是那个光 对 那个来源 那个爱就在那里 对 我们其实有时候真的花太多的心思 在向外求了 其实自己以外没有其他人嘛 对 对 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 那今天呢 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华轩节 来谈您的作品 完美人生 感谢不完美的自己 那不知道在最后的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跟您 跟您这个要求一下 就是说 关于词汇艺术的这个部分 好 那对于有一些朋友 如果他想要透过艺术来自我探索 甚至于自我疗愈 或者他单纯的就是有艺术的这样的天分 他想要发挥的时候 那您有成立一个台北词汇艺术协会嘛 对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方面的讯息 太好了 我很愿意哦 因为我自己在学画画的初期 我是完全不会画画开始的哦 所以我是成立了这个台北词画协会 花枝华词画艺术工作室之后 我的设计的教案 就完全是针对不会画画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很容易被建立信心的 因为我觉得自信哦 是最好的学习能力哦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所以我对这个部分琢磨非常多 那在我的画画的课程里面哦 初期完全不会画画的人 在两个钟头 他可以画出一组玫瑰杯 嗯 花茶杯 嗯 那那个杯组是很典雅的 很有成就感 对 维多利亚风格的作品哦 是 那借着这样子 第一个去展现美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然后他 当他跟别人分享这件作品的时候 可能会得到很多的赞美哦 那个对一个刚开始画画的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慢慢的才透过这些小杯小盘 慢慢画到大的盘 就是一幅一幅像油画一样的作品 那在这些作品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的名画的礼模 像克里姆啦 莫内啦 范古啦 我们都有很多 这些名家的画作礼模 还有就是说 我自己出国旅游的一些风景啊 像巴黎铁塔啦 像布拉格的城堡啦 像很多南法的风景啊 通通有在我们的教案里面 那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说 他就是完全以艺术的画作的呈现方式 在表达 那除了您的书的最后面 有提供这些课程和这些资讯之外 我们的网友还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 可以知道这些相关的消息 可以上网直接用中文打 www.花之华.tw OK 花之华 花就是花卉的花 对 知是知乎者也的知 华是中华的华 对 花之华 对 好 今天很谢谢华轩姐接受开语的访问 那也希望呢 大家在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中 不仅是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己 可以看见自己的不完美 而过一个更圆满的人生之外呢 也可以跟花轩姐一样 透过艺术 或者透过任何形式的创意的自我表现 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展现道路 谢谢各位收听 拜拜